如果說寒流 紅流 真的可以順勢河流的話 那麼會不會真的完全 也不用擔心 不用怕郭柯王這股亂流 今天我先說好了 其實柯文哲本來是要大眾走的 但是臨時取消了公開行程 所以沒有行程 那麼王金平也是 還有郭台銘一樣都沒有 但是為什麼在今天會盛傳說 郭柯王是不是他們私下又會面 主要是因為 所以現在傳出柯文哲 他公開婉拒當副手 他說當副手 我繼續當市長就好 何必怎麼麻煩 所以他現在要做的是什麼 他已經阻擋了當黨主席 他乾脆當Timmaker 造王者 他要推的是郭王沛 那麼郭王沛也很傷腦筋對不對 郭王兩個人那麼要談 誰要當政的 誰要當副的 好 這個東西還有後續 可是我們先來看到今天 就是說博弈 這三個人是要密會了是不是 這樣子的態勢有可能嗎 我跟你講好了 我覺得柯文哲當然想跟他們兩個見面 對 他的規矩 他絕對想一定要跟他們見面 但是對於你們說好 先算郭董好了 白手起家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 王金平院長在政壇打滾了三四十年 也是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 所以我相信他們兩位一定不會被 柯文哲的花言巧語給騙機會 絕對不會 這個跟他們見面真的太蠢的一件事了 所以跟各位報告 柯文哲很聰明 而且非常會算 但是也代表一件事情 非常的無情 你看柯文哲市長所有的 我們先不講他離區的政務首長之外 我們的世大運的執行長蘇利瓊 包括了都發局局長林忠銀 再來我們官城局長簡宇燕 每一個都是撕破連走了 幾乎沒有一個有善終 再講去年柯文哲推了一個什麼 大家都知道 柯P認同卡 我記得有50多位 有簽柯P認同卡 最後當選的只有5位 因為當選率很低 而且5位全大部分都是連任 現任的 剩下的沒有當選的那些人 柯文哲有管過 有理過 有問過嗎 完全沒有 他根本就不在乎那些人 選不選得上是你家的事情 柯文哲當時有聲量 能夠上媒體就好 現在狀況也是一模一樣 為什麼 你說 柯文哲為什麼要看上郭董 跟看上我們的網院長 單純 因為你有資源 你有票 有聲量 柯文哲要的只是這個東西而已 柯文哲其他都不管你 選不選得上 到最後結果 對柯文哲大賺 第一個剛剛講過了 他的不分區席次 一定有 再來政黨補助款 以柯文哲現在的狀況 假設拿到20%左右 他政黨補助款 大概就在六 七千萬以上 他能夠有絕對的資源跟聲量 來儲備他真正想要的2024 沒錯 這個是他最在乎的 他這個上不上真的不重要 因為他現在 不算他也是市長 他不需要來這回跟大家拼風頭 而且柯文哲還算得很清楚 大家都認為他在意的是 不分區立委 可是實際上 他的區立委也非常重要 因為他可以用恐怖平衡 就是你新潮流或民進黨 有誰敢罵我 我就怕你跟你選 反正你無上次你家的事 我能跟你一起死也無所謂 而且要知道 你看過沒有 柯文哲那天主黨的時候 現場的人 很多都是民意代表二代 一些年輕人 對於那些年輕人而言 他們真正在意的 我相信不只是 這一回的立法委員選舉 包括了2022的市議員選舉 我覺得那是重點 他先有知名度 先出來打仗過 下一次他就可以順理成章的 到區域選市議員 這都是柯文哲這一回所有的盤算 所以我相信 這回的區域立委提名 柯文哲應該會提很多年輕人 因為這個對他而言 是他的基本盤 他願意提年輕人 他不分區也放一兩個年輕人 就代表他願意給年輕人機會 而這個問題也是國民黨 長久以來對被大家詬病的 很多問問我們年輕人 他為什麼不喜歡國民黨 他們不是認為國民黨沒有希望 是認為他們加入國民黨 他們未來沒有希望 永遠出不了頭 永遠只能夠當 就是臨時的人弱盾牌 就是有需要活動組的時候 你就把年輕人找來 但是有問題的時候 根本沒有關係 不問不問 這國民黨最大的問題 我們都懂 業員資都懂 我們的郭董跟我們的王院長 懂不懂柯文哲的想法 他當然懂 所以我覺得 不會投到9月17號 我相信之前就一定會有了斷 而且我也跟各位報告 我們現在最近跑行程 以前我們的支持者 只是憂心不團結 現在是已經從憂心 變得有點憤怒了 他們現在已經升級了 不會罵郭芬 也不會罵韓粉 也不會罵郭董 也不罵韓國瑜 韓市長了 他直接砲打黨中央 他說你這國民黨怎麼這麼爛 跟以前一樣 黨主席在幹嘛 你這些副主席在幹嘛 他們覺得如果這樣搞下去的話 不管是誰出來 他們都不想選 因為他們對國民黨灰心跟失望 冷感才是最大的問題 你知道他有熱情會罵 代表我還喜歡你 但是我已經不管你 隨便你怎麼樣的時候 那才是我們最擔心的 所以我們希望 不管是郭董或者王院長 一定要好好的 跟我們內部團結一下 千萬不要被柯文哲利用 因為當你們跟柯文哲合作完之後 選上了沒有意見 選不上你們只是柯文哲的棋子 他根本就不外面當一回事情 隨著這個攤牌日 倒數計時 確實藍營基層很憂心 每天都在講整合 每天都在喊團結 那麼尤其現在 又說這個郭王科三方結盟 那麼這個韓兵你怎麼看 目前這個態勢來講 也已經是差不多成型了嗎 成氣候了嗎 郭跟王到底會不會離開國民黨 我覺得可能性非常的大 因為為什麼 因為看起來 郭董是非常的不服氣 那王俊平院長 從一開始初選 連參加都不參加 他直接認為說 我不要跟你們玩了 所以我現在真的是覺得很奇怪 就是國民黨的中央到底在幹什麼 你現在是標準的 在跟我們上演一齣 請神榮譽送神男 你知道 你當初把郭台銘這陣大神 請進來了 你們自己開門請他進來的 結果現在你們拿這個神怎麼辦 完全沒轍 都聯絡不上 自己都聯絡不上 不要跟我講 聯絡不上這種鬼話 我老實講 你們不會直接去亞太電信投訴 郭董你們家電話我就打不通 這個根本不是這樣的東西 其實理由非常簡單 國民黨如果真的要找郭台銘 會找不到他 我不相信 我根本就不相信這件事情 那人家為什麼 柯文哲 王俊平 他們平常電話每天可以打 然後隨時可以聯絡 這不是在講假話嗎 當初到底誰把郭台銘弄進來了 我相信這些大佬心理有數 你們誰跟他很好心理有數 現在郭台銘什麼意願 你不要告訴我你不知道 你們心裡頭都非常清楚 他什麼意願 我看郭台銘大概是走釘 但是他的走有幾種走法 一種就是他真的 就我反正是被你們抓進來 政治圈的一個小白兔 我判斃屁股我可以回去 這是一種方式 我覺得這個是最好的方式 就是完全也不再破政治 我就不要再走政治這條路 政治顯然不適合我 我覺得這個對郭董來講 最好的一條路 但是他也有可能是什麼 因為旁邊很多人拱 你知道郭董光是初選 他大概創中華民國史上 初選最高紀錄 花了最多錢的人 所以你要知道初選 很多人吃到的甜頭 他們想說你初選都花這麼多 大選一定花更多 我怎麼能夠讓這條經脈斷掉 我當然要拱他繼續選 所以郭董我必須跟妳講 現在誰拱你選 他看的絕對是妳的錢 而不是認為 你真的能夠領導中華民國 所以現在就這些人 希望賺郭董錢的人 當然會努力拱他 你繼續選你會有贏的機會 但是郭董 不要那麼傻 因為現在目前 所有的民調都顯示 你出來是一點機會都沒有 你出來唯一的機會 就是讓蔡英文有機會贏 就是這樣子而已 你撞到唯一機會就是這樣 所以說真的 對郭董來講 我覺得他最好的路子 就是選擇重新回到商界去 這是最好的打算 但是王院長我必須說 王院長其實你在國民黨 你已經想了太多的優惠 國民黨 而且你也叫他去高雄選立委 我覺得他有種他就去選 老實講你一直告訴我們 你難罷的天 你在中央部這麼有勢力 你選一次看看 你證明一下你的勢力還在 我老實講不是我看衰 之前國民黨這麼艱困 在高雄市一席立委 都沒有的時候 王景平根本不敢選 然後高雄市長他敢選嗎 他也不敢選 所以你說王景平院長 真的很有勢力嗎 我老實講 我今天大膽在這邊講 他現在剩下一個勢力很強 就是喬的勢力 他喬的勢力真的很強 出來選 我老實講我不認為他有多少票 所以我認為王景平 你看你怎麼樣就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國民黨等也等夠了 我覺得現在是國民黨的黨主席吳敦義 然後你們這些大黨 要拿出你們魄力來的時候 老實講這些人不願意整合設 那就這樣 那就不要整合了 國民黨就是該往前走 沒有時間再等這些老頭子 我覺得國民黨 如果拿不出這種決心出來 國民黨2020也不用選